当然会,就像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案例一样 如果你是个非常自信,独立,有自己主见,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的人 MT反而想来挑战你 他们可能接近你会说,你好独立,你好自信哦 你以为他们在夸你 事实上他们内心认为你是他们的一个更想挑战的对象 他们要看看能不能把你变成被迫依赖他们的人 让你变成不再独立,被迫讨好他的人 最终服从于他 如果你让他们追到你了 他们会狠狠地贬低打压你 最终走向他们的胜利 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是NPD的猎物 然后我想再强调一遍 就是不要嘲笑那些被NPD欺骗并伤害的幸存者 你没有遇到不代表你以后就不会 对,NPD抗伤的猎物很多时候都是很优秀的人 各方面条件都出色 我们都不傻好吗 去看看我们做NPD科普的幸存者们 有几个傻呀,对不对? 只不过这样的人他有欺骗性了 而且专门利用别人的善良与脆弱来攻击你 我们可能是有些容易相信别人 但是每个人都不完美呀 势必我们都会有这样会那样的缺点吧 只要你是人就会有弱点和缺点 那真正对你好的人呢 会包容你的缺点 也接纳你的全部 可惜NPD不仅不接纳 还会针对你的弱点和缺点来故意伤害你 如果你被NPD骗了 请不要过于自责 对自己多一些慈悲心 想想看呀,谁没有犯过错啊 每个人长大都不犯错嘛 谁小的时候不摔跟头就直接可以走啊 对不对? 那我也screw up了 So what? 是我被骗了呀? 那我去研究这类人的思维模式行为可以吧 我看看自己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对吧 这样我以后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对不对? 那我研究好了 我了解更多了 我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也能小心这类人 少掉进这类人的陷阱 这不是更好吗 所以不要给受害者第二次伤害了 所有的幸存者真的承受了很多的痛苦 如果能够疗愈好 还能重新相信别人 找到自己的生活 甚至创造出更好的生活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呢 而且我特别不喜欢用受害者来形容大家 因为这样好像在形容大家 我们都很无力 没有选择 没有反抗的能力的感觉 我更愿意用幸存者来形容我们 因为我们只是摔了一跤 有的人摔得特别狠 坑太深 不容易爬出来 而有的人摔得轻一点 坑还没太深的时候就爬出来了 总之我们所有人都经历了人生可能最黑暗的时刻 往后的日子 只有 请记住 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见过无数国外的NPD幸存者 他们有很多人 家长一方或者双方都是NPD的 后来恋爱的时候又遇到NPD了 有一个高敏感共感人遇到6个NPD 但是他现在可是人生导师 出书 帮助大家刻薄NPD知识 告诉大家如何保护自己 还有专门帮助幸存者和NPD打官司的女律师 人家一边做NPD科普 还帮着打官司 还出书 天天人家就跟NPD打交道了 没有任何抱怨不说 人家的生活一点没有受到影响 活得超级精彩 这些人都是人生营物家 而这样的人呢 在国外很多很多 我相信中国 只不过你不知道 但是越来越多 所以只要你肯离开有毒关系 并努力找回自己的生活的人 你也可以 你能离开就说明你的内心无比强大 你的未来就是可以更美好的 请坚信自己的价值与能力 好 我是Alice 下回再见 拜拜